黄晓明来到了中餐厅后还没来的缓解长途跋涉的疲劳,便马不停蹄的进入到了角色当中,担任起了服务员的帮助客人点单端菜,而在节目放出的下期预告当中,赵薇直接把黄晓明放在了店长的位置,让他当一天代理店长,但黄晓明当店长却面临了不少坎坷。 众所周知,黄晓明在中餐厅第一季节目中是照为的帮手,类似于第二季节目中苏友鹏的位置,但黄晓明却没有独自管理过餐厅,再加上黄晓明刚刚出来乍到,和参加节目的书棋,苏友鹏、王俊凯和白举刚,四个人并非特别熟悉,所以在沟通上便是一个难题,而黄晓明在得知了自己被任命为店长的时候, 也是发出感慨,我能使唤动谁呀,虽然在任命的时候黄晓明表现出来了为难,但是在真正成为为店长的时候,黄晓明还是拿着小本记录着自己的各种想法,时不时给餐厅的各位嘉宾提出建议, 但因为对业务的不熟悉,该上的菜没有给客人及时尚,时间观念不充足,黄晓明同样引发了赵薇的吐槽,因为录制节目的当天是父亲节,而父亲节的次日便是端午节, 为了让餐厅的顾客享受更好的体验,黄晓明也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,黄晓明当店长,一个行为引着微翻脸,这个行为便是在端午节的前夕, 由顾客点麻辣烫,并把麻辣烫都吃掉的人,可以整送他一个粽子,要知道餐厅每天接触的客户预定,量是有限的,赚的钱自然也就是有限的,要考虑到人力物力,还有食材的成本, 但黄晓明为了节目效果,却选择给顾客们送粽子,这无疑会增加餐厅运营的成本,再加上麻辣烫很辣, 而法国客人又不擅长吃辣,所以周围有些不情愿,选择就和黄晓明发怜,而舒淇直接撵人,明天是不是就走, 黄晓明身为店长看到餐厅中人的反应,也是无懒地摸着扣脑勺,毕竟他和这群人不是特别熟悉,这个代理店长当的的确是有些憋屈, 其实对于黄晓明这个层次的明星来说,每天赚的钱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, 但在运营餐厅方面,黄晓明考虑的还是有些少了,因此赵薇发怜是可以理解的, 毕竟他们还要在这里把节目录完才能回家呀。 ,如果闻得出来的话,我们试拿回家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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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